各位同学,大家好 梁老师跟你讲中史 我们今次是选择单元 目的是中六的同学 当然,如果未升中六 都没问题 也可以早点看 首先,大家同学先打开这本书 这本书,我的习惯是先教兵制 所以,兵制是在这本书的第78页 先打开这本书 我习惯的次序是先讲兵制 然后是讲科举制 最后才讲田制 而我的重点也是在兵制和科举制 而一般学校的做法 无论是在三个里面 通常会重点讲两个 原因就是在三个范围里面 就是你选择两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平均推出兵制科举 不是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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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兵制选举制 以及填制三个范围里面 科举制都对 因为选举那只主要是科举制 好了,三个范围里面 其实你读两个 重点读两个 一般学校的重点 都会保留科举制 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科举制 有些东西会更清楚 有些人喜欢填制 有些人喜欢兵制 我个人喜欢兵制 比较多 至于为什么 没有什么解释 就是喜欢 好了 我觉得是容易读 好了 而兵制里面 第一个 chapter里面 你会看到 概论精兵制 与武兵制的概述 即是 其实你要了解 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精兵制 另一个就是武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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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武兵制 好了 你要明白两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将这两个东西 apply to 不同朝代的制度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 精兵制和武兵制的面貌 也会有些不同 这个就是概述 概述就是 一般来说 精兵制和武兵制 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情况如何呢? 一般来说 精兵制就是伏兵役 伏兵役在香港是没有的 例如台湾那些地方 很多国家都有的 即是去到男子 我不知道女子会不会有的 男子就去到某一个年龄里 会复兵役几年 那几年就去做军事训练的南洋 如果是复兵役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全民精兵的 全民精兵就是 简单来说 每一个男子都要复兵役 既然你受过军事训练 即是复兵役 那你就有出精兵的义务 于是这个就是 简单来说 你可以说 大致上是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 即是全部合资格的人 都是军队 这个就是精兵制的特点 好了 但是精兵制里面 由于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致上是全民皆兵 有些人不能攻击 所以 其实 他们选择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选择性的精兵 就是叫做部分精兵制 部分精兵制 就是按一定的标准 去找军队 好了 按照标准找军队之后 它移開只要对最大的建议 后来说 是尖叫做达到哪些人 细星代代代check出丁 就是南丁 就是南丁 好的 就承担并棈 好吧 好 按照一定的标准 tobacco 就是 到EX者招建了一些子会 然后 那个身亡 Кап случ 又是这样 这是家庭 就是交普通農民的稅 變成兵籍 這就是選擇成徵兵 第三種就是臨時徵兵 臨時徵兵 就是 臨時徵兵 留了兵字 臨時徵兵 好 臨時徵兵就是 有需要的時候 最主要看需要 就是徵人民入伍 徵兵就是 一個義務 所以 你是 不可以 不可以不服從 簡單來說他要你去就要去 例如像 現代國家有些 逢男士到某年齡 就要去復兵 你不可以不去 當然 如果有些原因 他 豁免你 就另一回事 你不可以說 我不可以我不肯 不行的 好了 制度的 徵兵制度特點 你本書的安排 就有 四點 一 就是 它是義務 義務 義務 就是 沒有錢收 沒有錢收 當然 你復兵員的時候 會提供糧食給你 但不會有特別的薪水 甚至要自備部分的糧食兵器 即是你要自己帶 而 你復兵的期間 因為你復兵是練習的 可能是 當武將那些練習 所以 其實 也需要 團田耕作 即是在兵營 即是在軍營裏 團田 這就是 他的義務特質 好 第二個就是時間 第二個就是 復兵時間 復兵多久 那 復兵制 一般來說 都是有一定的時限 有一定的時限 好 但是 至於時限是多少 多少年 當然是每個朝代都不同 那 復兵期過了之後 他就回家鄉 即是 做完 做完義務 就回家鄉 好 好了 戶籍配合 由於 你復兵 就是要 靠 他在戶口裏 抽 這個 藍丁 所以 戶口的記錄 就是戶籍 是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記錄 就抽不到 抽不到人 所以戶口很重要 所以就是需要有一個嚴密的戶口 戶籍紀錄 是配合才可以走得通 嚴密的戶籍紀錄配合 這本書就是 我讀出來 國家需要有 準確嚴密的戶籍紀錄才能 徵集百姓服役 確保服役兵士充足 可以看到戶籍制度 和復兵制有密切關係 簡單來說 因為他要按戶籍 去整兵的緣故 最後一件事就是軍事訓練 由於他不是長期留在軍裏 所以 難以進行持久 和有系統的軍事訓練 簡單來說 他都是短暫的軍事訓練 即是一些基本認識的東西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從這一點 可以看到 他們的戰鬥力 簡單來說 是有限的 而徵兵制 因為武兵就不一樣 武兵請你做軍人 你可以經常做軍人 去長期訓練 但徵兵制不是幾年 或者一定的時間 你便會離開 接下來 徵兵的評價 有什麼好處呢 有一個好處 就是 這個好處 自給自足 省錢 折省軍費 這是一個大好處 因為軍事開支可以很大的 因為養著這麼多士兵 就可以折省軍費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農民做軍隊 一般來說 農民做軍隊 所以 只要能夠平衡到 服役和農業的生產 什麼叫平衡到呢 譬如 你不可以把農村的藍丁 全都抽走 於是 整個村就沒有出產 所以 譬如 一家庭裏面 有三個藍丁 要抽走一個 於是他就還要藍丁 可以生產 平衡到這件事 就可以了 可以幫朝廷 省了一筆養軍費 這就是折省金錢 這是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 保障有一個兵員 兵員就是軍隊的來源 因為全國人民都有義務 當然全國人民都可以做軍隊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有可靠的 可靠的 充足的 兵員 如果招募的話 招募就是請軍隊 請軍隊去一次 你招募不到 或者人們不肯當兵 你就不救軍隊 因為招募軍隊是自願的 但是精兵就是非自願 簡單來說 你是國家的公民 你就要當兵役 濫陽 精兵就是一個不好處 我寫著壞處 就是兵將不相知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見面 可能三年左右就分手了 就是將軍和士兵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服役時間短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完結後就回到鄉下 所以兵不知將 將不知兵 將軍就是 兵不知將 將不知精一 將不知兵 戰鬥力就會下降 但同時間 也從朝廷上有好處 將領難以用兵自重 即是難以用士兵去叛變 你可以說是有這個好處 是難以叛變的好處 好了 精兵仔有一個問題 這是壞處 也是的 士氣低落 他又要耕田 又要復兵 如果喜歡耕田 就不會復兵 所以這種情況下 他們就變成 不是專心做一件事 於是沒有那麼喜歡做軍隊 假設當兵時間太久 會影響了耕田的情況 所以 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 出現了士氣低落 通常來說 他們喜歡耕田生產 比做軍隊多 容易 有一個逃避的情況 逃避 避疫 好了 由於精兵仔是 嚴格上是非自願的 所以 會出現了 逼人入伍的情況 因為 全部都是不自願 不自願 不自願 事氣比較低落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自願是比較難搞的 好了 最後壞處 就是 戰鬥力低落 義務當兵 難保質素 很簡單 問題是 如果請人回來 當兵 可以嚴格訓練 但是 你現在不是 你幾年就離開了 所以 出現了訓練不足 和戰鬥以弱的情況 而兵將不相識 亦沒有默契 亦不利於作戰 所以 精兵仔有好處 有懷處 每個朝代 如果是精兵仔 他都要想辦法 如何補救 那些壞處 接著 就說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 募兵仔 募兵仔 就是 僱用軍隊 哎呀 寫得不好 僱用他的 請他回來 這樣 用一個 僱用形式 就是招募士兵 他們 職業就是當兵 簡單來說 職業就是當兵 他們全部是自願的 自願比較好 理論上戰鬥力比較高 那些 受僱時間 是有規定 你可以由18歲請到60歲 又可以 或者請幾年 也可以 看看你的軍事需要 是怎樣 招募軍隊 可以有兩種 一個是常備軍 即是長期做軍隊 一個是臨時軍 臨時軍 就是我現在有將軍隊 才請他回來 所以軍隊數目 是靈活的 以及可以應付到緊急狀況 精兵是不行的 精兵就是三年一次 你不可以加他 但是募兵可以臨時招募 所以募兵制是比較靈活的 但是募兵制是比較靈活的 募兵制是比較用錢 更多 特點 國家出糧響 簡單來說 是一個 有 有養軍的廢龍 有養軍的費用 因為問題是國家出糧 國家出糧 國家出糧是職業軍人 國家支付糧響 有時會葵家眷應務 葵家眷應務 什麼意思呢 就是老婆子女帶去前線 假設軍人職業當兵 假設當很多年 可能是常備軍 是駐守邊疆的 於是就帶家人一起駐在邊疆 好 第二個就是軍民分席 就是選擇 精兵制是由民間找軍隊出來 但是募兵制不是的 那些人是軍隊就是軍隊 所以一定是軍民分席 招募之後 他們的身份是軍人身份 所以是軍席 其實募兵也有軍席 其實募兵也有軍席 但是精兵也有軍席的情況 精兵、募兵也有軍席 精兵、募兵也很像 好,接著是軍隊訓練 軍隊訓練 由於是長時間 或者是終生行 即是做軍隊 所以軍隊訓練 很充足 能夠接受到有系統的軍事訓練 所以理論上他們的戰鬥力 是比較高的 接著就是募兵制的評價 好,首先第一個就是國家養兵 自願的他們 所以較少逃亡 假設你自願都想著當兵 你不是被迫 應徵者可能是為了謀生而當兵的貧民 這個情況有機會他們未必好打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假設朝廷找的軍隊 都是一些很窮的人 很窮捱肚餓的人 即是沒有生活的人 所以如果假設找那些軍隊 他們本身的體質是比較弱的 其實這裡有一個矛盾 為什麼呢 因為我找軍隊 我就要體積強的 沒有人找體積弱的人 做軍隊 理論上就是 招募軍隊的時候都會選擇過 但是在宋朝出現的情況 就是 假設那些地方 如果災坊的時候 很多機民的時候 他就會請他們做軍隊 那不是太理會他的體積的情況 即是合格就算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 宋朝有商軍 商軍基本上不是主力作戰 所以就放在商軍那裡 好了 剛才那個就是國家養兵 所以他們可能是沒有生活的窮人 於是 國家養兵的緣故 軍響支出 一定是較為大 所以 這個最出名就是宋朝 宋朝的 軍響支出很大 所以造成財政壓力 好 繼續去下一點 武兵制第二點 就是這個評價第二點 就是百姓免疫 百姓免疫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般百姓免疫 因為 是請人回去做軍隊 如果做農民的話 你就可以專心武農 因為不會找他們做軍隊 如果假設 精兵制就不同了 精免制就是 所有人都有機會做軍隊 但是武兵制就是 可以分開了 一般百姓 可以專心耕田 可以令其他人 沒那麼辛苦 因為一般人都不喜歡打仗 質素交界 因為可以選擇 因為是定標準來招募 除了剛才所說的宋朝 遇到災坊的時候 招募軍隊 未必會選擇得很好 假設一般情況下 都會選擇過 確保入伍的質素有保證 令到 以及有固定的訓練 有固定的訓練 所以戰鬥力高 所以一般來說 武兵制的戰鬥力是比較高的 一般來說 好了 制度靈活 為什麼有需要才招募 我想不用解釋 可以在短時間補充士兵 於是 靈活很多 但是 剛才這幾個 似乎都是有好處 但是 這個似乎是有壞處 地方障屬需要自行務兵 容易這些地方障屬利用的機會 擴充自己的力量 甚至割舉一方 這個情況 就是類似唐朝的安史之戀 士兵經過長期受固定的將領統率 關係密切 戰隊強 但也容易擁兵自重 反抗中央 他就像安史之縣 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 其實就是 當時一些人 如果安史之縣之後 都特別是宋朝 他都特別想過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個思考問題 給大家同學 就是想一下 一般平民百姓為什麼要當兵 因為一般人都應該不喜歡 做軍隊 他當兵的原因其實影響了他的戰鬥力 例如衛生會沒有辦法 可能戰鬥力弱一點 我覺得他是一個榮耀 於是 他可能戰鬥力強一點 寶家元又戰力強一點 被迫 又戰鬥弱了 如果當時我厲害打仗 我想發揮自己的潛能 那就戰鬥弱了 或者將軍隊友很好 我就為他賣命 那就戰鬥弱了 如果是自己選擇的話 就戰鬥弱了 如果是沒有選擇的話 就戰鬥弱了 大家同學可以自己看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好了 究竟每個的朝代 如何取捨精兵制和武門制呢 首先看編戶多寡 精兵制有一個基本的特點 就是一定要有戶籍 沒有戶籍就全部玩完了 所以 如果那次戶籍不夠 即是戶口記錄不夠 精兵制就沒得殺 所以精兵制呢 精兵制呢 就要連同 連同 連同 戶籍呢 去處理 好 第二個呢 就是社會經濟狀況 精兵制的冰原呢 就是農民 這樣 復兵也會影響到農業生產的 好了 武兵制呢 就要發軍響 即是簡單來說 要錢 這樣 所以這個武兵制呢 就會影響到國家生產 看看你要哪一種東西 這個精兵制有機會影響農業 而武兵制呢 支出就大了 於是呢 就要國家便要平衡 這件事了 好了 接著戰爭的影響 和平的時候呢 精兵制是比較容易殺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問題就是 常規軍是用來駐守的 這樣 假如時間 即是作戰時間長 即是戰爭期間 朝廷通常都會改為武兵制 因為臨時補充 你原本的精兵那些是不夠用的 所以臨時補充 所以譬如 譬如說 唐朝呢 他就是行這個苦兵制 基本上 主要呢 都是這個 精兵制的原則 但是精兵制不能夠長期阻戰 所以其實唐朝呢 在苦兵制之外呢 他都有做這個招募軍隊的 好了 這一節呢 就是完結了 各位同學 拜拜